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妹 在近年来呢 10万左右的A级纯电小车是不断的涌现 比如说前有欧拉好猫 后有比亚迪海豚 而在近日呢 江淮汽车旗下的新品牌 江淮一维的一维三也正式上市了 新车的售价呢 是在8.99到12.76万之间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上环境下 那么这款新车究竟又有何亮点呢 外观方面呢都是采用现在市面上 这种纯电小车比较圆润可爱的造型 那么身旁这款展车呢 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是 宝马mini以及五菱冰果的一个结合体 在外观方面采用很多这种 泡泡美学的设计理念 比如说圆形的元素 在车眼睛后视镜 以及花瓣造型的轮毂处 我们都能够亏得一见 并且呢在车身颜色上 除了我们身旁这款黑色颜色之外呢 它还有紫色以及白色来 过我们来选择 隐藏式的门把手 也很符合这款车 新能源汽车的定位 并且呢在车身旁方面 它的长度是达到了 4,025毫米 轴距为2,620毫米 那在车身旁方面呢 它比它的竞品哈 比如说比亚迪海豚 以及欧拉好猫 都会稍微小一点 但是呢在续用里程方面 它是有着405公里 以及505公里两个版本 所以在续用里程方面 会比比亚迪海豚要稍微长一些 尾部和前列一样 都是采用了比较抠门的造型 那打开后备箱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后备箱空间表现 在后备箱呢 它是做一个下限的处理 可以看到里面是放了 我们的一些背包啊 还有一些水之类的物品 也能够完全满足 像我们平时出行哈 购物带啊 以及小的背包 甚至是小的行李箱 它也能够放下 包括在后排座椅 它还可以支持放倒的功能 能够进一步的 透宽我们的储物空间 车内呢 非常的简洁 干净哈 一目了然 并且呢和车外一样 是采用很多圆形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圆圆的方向板 以及头枕都非常的可爱 并且啊 我们可以发现在车内呢 它是几乎没有物理按键的 基础功能呢 都是通过中间这个屏幕来进行操作哈 车机呢 是科大驯飞 以及华为联手打造的 一维的OS系统 那么我们实际操作起来 整体还是非常的流畅顺滑的 并且啊 应用功能也非常的丰富 还有很多的娱乐设施 能够满足我们日常使用 而在前方可以看到 这里还有一块这种 镀隔的亮色的装饰面板 也能为车内带来一丝精致感 而在配置方面呢 这款车还有座椅 记忆通风加热功能 包括在 中控扶手箱这里 还有一个小的车载冰箱哈 那在炎炎的下一日 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丝凉爽的气息 并且呢 这款车还可以支持 对外放电的功能哦 其实呢 从外观方面我们就可以发现 一维三呢 它是主要针对于女性群体来打造的 而在这里呢 它还有一个多功能的化妆镜 在周围有一圈 这个亮色的亮条的灯带 据说呢 还有美颜的功能 是不是非常的挖赛呢 就可以方便女性在车上补装了 进入后盘呢 可以看到整个空间 其实比我想中要更宽敞一点 那么前方的驾驶座椅呢 它是调整到了 刚刚开车的老师 它身高呢 是一米八四哈 那么我的腿部空间可以看到 是有两圈三指左右的距离 那么头部空间呢 是有两圈一指左右的距离 那么整个空间 还是能够符合我们日常的使用 并且呢 在中间的地台 它是纯屏的处理 能够方便我们进行通过 而在后排这里 还有一个独立的空调 和一个USB的充电接口 这里呢 还有两个地图带哈 那么在主空间 也能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 包括上方大尺寸的贴幕 也能为后排带来不错的通道性 而座椅乘坐起来呢 整个乘坐性还算不错 并且呢 腰部的贴额度 也能够符合我们长途驾驶啊 不会那么的劳累 但是呢 坐点长度就有点稍微偏短了哈 可能如果你的身高再高一点 比如说是男性乘坐 就会有一点点的居数 那现在呢 我们是开上了这款EV3嘛 那在动力方面呢 这台车是搭载了最大功率 分别为70千瓦 以及100千瓦的 两种规格的电接 并且呢 续航里程分别有405公里 以及505公里 两个续航版本 所以对于我们日常行驶来说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包括日常通勤 代步买菜街外也可以哈 并且呢 像在这么炎热的夏天 现在外面的温度是35度嘛 即使我们开着空调 其实也并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哈 此外呢 这款车 它是基于全球第二代的 纯电专属平台 DI平台来打造的 而且呢 是有着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 那在入温版车型上呢 这款车 它是有着两个前排的安全气囊 以及基础的倒车影像 但是呢 在贵一万块钱的 AR这个405版本上 它是搭载有头部侧气囊 以及前后排的头部进气领 所以呢 能进一步为我们行车进行保障 并且呢 在此基础上 还有360度的全景影像 以及540度的扣明底盘等功能哈 所以在配置方面 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那实际我们看起来 这款车整个动力响应 还是非常的积极 毕竟是一款电池嘛 而且呢 在这个底盘方面 我觉得甚至是有一点高级感 那当我们过一些坑洼路面 它也并不会有很大的抖动哈 整体驾驶感受 我认为是比较偏舒适性的 并且呢 这款车 即使我们现在哈 在一个高温天气 那它的这个全景天幕 也并不会让我们觉得有很 这种闷热的感觉 让车内 所以整个隔热性是很好的 包括方向盘整体的一个操纵感 也比较轻盈灵活 很方便我们女性来驾驶 即使像我们这样转弯啊 掉头也非常的灵活轻巧 并且这么小小的一个车身 那我们女性在停车时 也会更加的方便 并且呢 这款车它还搭载有蜂窝电池哈 那这个电池的好处就是什么 能够有效的面对热失控 即使在这种高温环境下 也不怕电池自然 对于我们这种驾驶啊 以及人事安全有着进一步的保障 所以我觉得开上这款车就非常的安心哈 那今天我们试驾整体体验下来呢 我觉得整个感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 包括像外观颜值方面也非常的抠萌可爱 在内饰上也很有质感 包括我们刚刚行驶体验下来呢 整体的一个质感也可以说是 比得上某些B级车的一个行驶质感了 非常的舒适哈 那么可以看到在我们身旁呢 是一款紫色的车颜色 这个看起来也非常的知性优雅 那么结合到所有我们以上说的点 外观 内饰 配置 以及动力方面 那么你觉得这款车 它能够满足你想要的一款 十万级左右的小型电车吗